大家好,我是大伟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叫做肝胆一通,浑身轻松 那么肝胆经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经络 而现在肝胆经不通的人非常的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肝胆经的特性就是洗动不洗劲 就是咱们他喜欢咱们每天去做一些运动 或者说拍一拍,敲一敲打一打 都是对肝胆经的疏通非常有利的 但是你看看现在的人呢 大多数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 每个人基本上每天会有大把的时间 是坐在板凳上或者躺在床上 靠在沙发上看电视 那么这样一些行为 都是对于我们肝胆经的疏通非常不利的 那大伟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同时的去疏通咱们的肝经和胆经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开胯 让我们的胯关节变得更加的灵活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那么首先咱们要把腿敲起来 用我们的足踝的外侧 你摸这里一个小骨头 去贴在咱们大腿的正面上 咱们把它敲好 像敲好人的腿一样 然后我们这个双手去压在我们膝关节的内侧 把这个动作摆好了以后 把我们的身体往下去压 压的时候身体压的方向 还要对准咱们的膝关节内侧去压 压下去以后慢慢的手开始往下发力 推起身体跟着起来 然后再压再推再起来 连贯的做你就会感觉你是像在划船一样 像在划脚一样 咱们就叫划去做 做的时候你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如果你在看视频的话 不妨跟着我一起把这个动作做一做 既慢又柔 你会感觉这个膝关节内侧在推柔的时候 就有气血流动的感觉 而且咱们大腿外侧的胆筋 以及我们的臀部都会有很强烈的 这种被拉伸的这种舒张感 有点微微的发酸 可能还有一些微微的发脏 一般来说的话 你的髋关节如果越紧 那做这个动作的感觉是越强烈 那么我们就这样去做 每天你就去一边推个50下到100下 根据每个人的一个状态而定 中老年人群多做做这个动作 有利于疏通我们的肝筋和胆筋 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活动我们的髋关节 我们要知道人年纪大了以后 这个髋关节往往 它是对于年轻的时候 是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你的髋关节打开了以后 走路就会更加的灵活 我们就这样做一做 好 做完一只腿以后 再把另一只腿敲好 你看这个小骨头贴在我们的大腿正面上 推 你看身体往下一压 一推 像个小波浪一样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轻松 这个动作真的是我感觉非常的好 所以分享给大家 那么大家如果说身边有这种肝胆筋不通的 或者大家身边如果说有家人朋友需要的 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让大家一起受力 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点赞评论加关注 每天大伙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小小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继续